花蓮市立幼儿园农历新年的主题活动 首创以年货大街的方式 邀请家长陪同孩子一起逛摊位买年货 除了平常课程中小朋友们手作点心和手工艺作品外 还有企业赞助应景的商品 让小朋友们选购 而当天所得也要捐给创世基金会 让小朋友们可以体验传统年节文化 又能关怀弱势做工艺 花蓮市立幼儿园提早过新年 1月18号上午许多家长来到校园 要陪小朋友买年货 这是花蓮市立幼儿园首次举办的年货大街 那今年特别不一样 我们准备了一个爱转动 然后爱心意脉活动呢 就是让孩子 因为呢我们在课程中孩子都有提到 他们常常去逛年货大街 那我们就把这个想法放在市立幼儿园里面 那小朋友平常在学习区里面 很会做串珠 拼豆 清土 然后还有做一些好吃的食物 糖葫芦 雪Q饼 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把它纳入在年货大街里面呢 变成我们的义卖商品 让小朋友跟家长可以一起同乐 不但可以玩得开心 买得开心 那最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呢 都是由小朋友 平常呢 那个一点一滴努力做出来的 特别有意义 那我们也会将这一份收入呢 捐给创世基金会呢 一起与市立幼儿园的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做爱心活动 市长威家月也到场和孩子们一起感受过年的气氛 今天在市佑办理这样年节的一个活动 那最主要是要让孩子们能够了解 其实我们在传统的农历年过节的一个气氛 那其实很多年每一次办理的活动都不一样 那这次是有年货大街 那前几次也有围辱的一个部分 那主要是让孩子们跟家长们可以一起过一个体验 那提早让孩子们了解到农历年节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奇俗 可以做一些准备 那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我们阿斯玛丽景饭店的周玉林董事长 那也捐赠了部分的一些早餐券 那也提供了一些 我们的一些小糕点 那也希望说未来能够跟一些 我们在地的一些企业 能够做一个合作 然后让合作的部分 可以让孩子们一起去参与 校园里有各式各样的年货摊位 除了小朋友们平常在学校课程中 手做饼干还有小饰品 还有阿斯玛饭店 以及点心铺 美术教室 赞助了应景商品还有体验券 家长陪着小朋友逛大街 买喜欢的物品 钱也由小朋友亲手付 让幼童亲自体验 采办年货的乐趣 这轮会欢事报道